你大概熟悉之後啦 自己再知道說 這行沒有沒關係啦 你就是自己再從上面這一行把它複製下來 按個TAB 這邊把它改成你要切過來之後 油標一定要先放在哪裏 所以這個哪一個range是指哪一個儲存跟Denslator 然後呢就把它貼上 所以這個我想慢慢你多錄 慢慢就會知道說有些地方可能漏掉 自己補一下就OK了 那至於就是清除的話 其實剛剛有同學 我這個是用錄的啦 但如果說你今天 用我們之前講的其實一行就可以了 像這個這個地方清除 這邊過來 那清除的話呢 三行 錄製的 可是如果用一行可以啊 之前講過啦 其實你就是 直接怎麼樣 其實這個不用 它是什麼 油標先放在這邊 Ctrl-Shift 向下 然後 Clear 它是先選取 所以上面這兩行是選取 這一行才是 Clear 康 實際上我只要一行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樣 只要這個地方 現在是清除 A1 那如果我要整籃清除的話 就是 A 冒號 A 意思就是怎麼樣 整籃幫我把它清空 OK 這樣就可以啦 或者是說你 A1 到最下面一點也可以啦 不過可能要多寫一行 來 試一下應該OK 再把它執行 它可以怎麼樣 幫我過來 然後清除的話呢 就是整籃幫我清除 OK 不過 如果你要整籃的話 好像另外有個物件叫 Column Column 10也可以啦 Column 10 點 Clear Contents也可以 Column 10刮弧 A 我記得好像這邊 如果你不用那個什麼 不用Range的話 順便我看一下 應該也可以用什麼 Column 10 因為藍嘛 Column 10刮弧 哪一藍的話呢 你就告訴我 A 藍的地方 我不確定應該是不是點 它裡面不知道有沒有點 Clear Contents 不過不確定喔 這個 但是我知道 Delete 是可以啦 刪掉 如果說我今天用這個 Contents 這個地方可以用 A 也可以用 E 不過它裡面有沒有 Clear Contents 的方法 也有 有沒有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我一整籃 把它清掉 這樣OK 也可以啊 所以其實在 VBA 裡面喔 可以有好幾種方法 甚至 這個 A 藍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E E 的話 指的是 D 藍 你可以用 藍 也可以用 數字 它其實都可以接受 所以基本上喔 把它資料塞過來 然後如果是用變成 D 藍 可以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那個敘述的方式 它可以很多種啦 一般的書裡面 它其實 也 各式各樣都可能 所以有時候搞了 每個 就看書的人 會覺得奇怪 同樣東西 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不一樣是正常的 至於哪一種方式 你就熟悉的方式最好 所以像我就習慣的方式 挑一種就好了 你不要每個都學 學到最後 就有些人 這個武林高手 招式太多 最後 真的要格鬥的時候 到底要出哪一招 還要想一下 那 武林高手有在想的嗎 沒有吧 你就見招拆招就對了 所以最好是簡單的方法 所以 習慣上還是用Range 我們就不用Color 不過Color的話 順便提一下 至於就是說 最後 有一個就是說 假如用表單 什麼樣表單 因為我這邊雲端上 有教各位什麼 用這個東西 就叫做 進度狀態條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人家感覺 跑跑跑 因為要跑的感覺 對不對 那可是要跑的感覺 難度又暴增了 所以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裡面會需要一個表單 那個表單其實就是裝一個狀態條 那我們只是說 沒跑一個更新一個 讓它長度變增加而已 那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按下它 它其實會 只有一行 就是 那個表單 夾這個縫 縫點秀 秀出來之後呢 那它就會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後就關掉了 OK 愛個清楚一樣 有沒有 就一些跑跑跑跑 這樣感覺會是 怎麼說呢 常常就是一種感覺啦 專業不專業有時候 這個也不錯 只是說你會發現這個感覺就一直在轉 轉完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這個的話一定就很清楚 你老闆一看 這個我喜歡 你用這個方法 一看感覺就會很清楚 尤其是 你要讓人家等很久的時候 那如果用這種方法 你等很久完蛋了 等什麼時候 這個 User可能 會不耐煩啦 但是這個方法 稍微複雜一點 我大概把重點講一下 其實你們如果要 要用的話 第一個的話 你要先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表單 裡面的話呢 其實就這樣而已 那表單怎麼加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這個自訂表單裡面的話 你只需要 1 把名稱改成 這個home 我這邊叫home 當然你名稱叫別的 你可能就是 將來注意一下那個 呼叫的 第二個caption 這個我是把它空白掉 上面不要 不過如果你希望這邊有個什麼 目前進度 冒號等等的 都可以啦 然後我是把它去掉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再來在這個表單上面呢 只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標籤 大A 拖拉一下 那改 總共有四個地方 一 名稱改成pb 不見得一定要叫這個名字 不過我是先叫這個名字 caption清掉 因為上面會有這個 然後呢 它的底色改成 紅色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紅色 你可以改別的 第四個呢 把它的寬度改成 這個v10 改成200 那為什麼是200 當然你未來要400500都可以 只是我剛好程式裡面寫的是200 那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寬度再移一下 長這樣就OK了 那只是說呢 我們要 怎麼樣讓它執行 請你在這個 這個表單上點兩下 請你把這個裡面 有個程式 底下有一段程式 就是 叫 這個 這個地方 Activator的程式 頭尾 請你把這一段呢 Ctrl C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把它蓋過去 我剛剛不是這個表單 把表單點兩下 它會出現Clicker 可是我不是Clicker 我是要 Activator OK 那Activator裡面 實際上 它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動態的丟什麼 丟公式到儲存格裡面 換下一個 所以這邊會有個 Fore NAS Fore NAS 那 這一行主要是取得什麼 取得我黑名單 裡面總共有幾個名單 會取得最下面一列 那我就一直讓它往下跑就對了 每跑一個我更新一次 每跑一個我更新一次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另外的話呢 我在那個模組裡面呢 增加一個 叫做查詢 插入一個叫查詢 黑名單的表單 其實主要是把它啟動起來 那裡面我只有寫一行 叫做 Home.show Home 點 show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它啟動起來 那意思說我啟動它的時候 會觸發 它那個 User Phone Activator裡面的程式 它會幫我做剛剛那些事情 做完之後呢 就會自動關掉 就會有剛剛那個效果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有興趣同學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回去呢 自己再玩玩看 我剛剛做的全部都在這裡 包含我剛剛做的畫面 我剛剛有拍照在這裡 你只要 順著這個方式 把它完成 並且把程式貼上 最好你可以自己打過啦 當然最好 你就可以呢 啟動這個表單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 這我剛剛做的 就OK了 有沒有 其實不會做很多事啦 就這樣而已啦 那當然如果說 你要套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如法炮製就好了 只要是跑一個回圈 通通 都可以做出 叫做 進度狀態條 OK 這樣感覺會比較專業啦 不過 我已經盡量講的很簡單了 這個是在 VBA裡面 增加 進度狀態條 應該算是 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這個都是原創的 我完全全 可能你們在其他書裡面是找不到的 因為我是盡量 用很 簡單的程式 把一個效果給做出來 當然其他書裡面也有做類似啦 不過我發現 那個程式 就是一大堆 做法 好複雜 OK 這邊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以後很希望 以後你的VBA程式裡面 也能夠出現這些東西 那會不得了 像 下個禮拜 我們會再教各位 如何抓取 像我們下個禮拜 有一題 樂透財 資料是從網路上撈下來 像歷年來的 樂透財 大樂透資料 網路上都有 可是我如果希望一鍵把 那些全部資料抓下來的話 也要怎麼做 這下禮拜還會再提到 那也就會 比如說我可能有50個page 50個網頁 那其實也可以利用狀態條 抓一個 繡一個 抓一個繡一個 這感覺就很棒 很專業的感覺 那時間的關係 今天先講到這裡 請各位回去 盡量再花一點時間 把這些東西再 重做過 盡量能夠 工作上有類似的 盡量再演練 OK